華為將自主研發45納米芯片組,同時建設28納米的工藝生產線 首先,現在世界常規的芯片已經是7納米了 這個常規的很多已經是在行3納米的級別 7納米是常規的,5G是以7納米為主的,也包括10納米和7納米 很多人說華為不是也可以設計7納米的芯片嗎? 為什麼還要倒退去搞45納米的芯片組呢? 你要看它不是搞芯片,它是搞45納米的芯片組 華為之前所有的芯片是7-10納米的 它是建立在ARM,在美國芯片組技術上修改就可以了 它是有個套路的,就像我們搞裝修一樣 所有材料都可以去外面買,去外面採購 比如說電視機,你買了之後一放貨在那裏就可以了 沙發一放在那裏就可以了 它已經具備了組裝成本的這樣的能力 但是現在全世界都不給華為功課 就是你用ARM這個芯片組去做開發的時候 已經不給你功課 所以華為不得不自己研發 等於說將電視機從這個索料學 開始就是自己要想辦法去生產 你要自己生產一台電視機 之前是組裝一個電視機 你可以自己去買電腦版 去日本買液晶 去買電腦版,去買外殼 回來只要組裝就可以了 現在液晶都買不到 那當你自己去做液晶的時候 不可能一開始就掌握切割工藝 比如割60吋、70吋 要從細尺寸開始切割 芯片也一樣 你要自己做芯片組 只能從45納米開始 從大的開始 這就意味著華為要從0開始去搞這個芯片組 國際上高端的東西 兩點 第一,就是那個模組 就已經不再供給華為了 第二,就算它生產出 設計出別人的東西 組裝成7納米的東西 它們都生產不出來 因為沒有地方跟它生產到 比如說你要組裝生產一個 60吋的液晶電視機 你具備這個設計能力 這個簡單說 比如設計三星的液晶面板 畫的幅圖 幾條線一連 加一個遙控器 或者後面的模具 你具備這個 但是那並不意味著 你具備生產三星60吋液晶面板的能力 設計能力 如果要具備這個生產能力 必須掌握怎樣生產液晶面板 三星最早可能是生產2吋3吋的 華為現在從45納米組開始 就是這樣解 自主研發從0開始 同時建設28納米工藝生產線 28納米 現在都是7納米 10納米都是常規的 28納米 就是7納米升到10納米 至少需要三年時間 從7納米到28納米 7納米上面是14納米 14納米到20納米差了幾多代 一代至少三年 差了幾多代 至少落後15年以上 15納米是2007年的 28納米的工藝生產線是幾多年的 所以說 在2019年的時候 華為剛開始用麒麟芯片的時候 當時我們是第一個揭露他們的 你看看我們那個節目 我們那個節目說的 他們根本就是用國外的東西 來組裝的 這件事誰都可以做到 只要你在這個行業做過一到兩年 就好像安裝液晶面板一樣 非常簡單 去組裝液晶和組裝一台收音機 是沒有什麼區別 但是 你去生產液晶面板 那就完全不同了 明白嗎 這件事 所以就說 華為可以利用別人 現成的模組 來設計7納米的芯片 改一下它加些接口 這個沒問題 但是它根本就不具備 研發、設計、生產的能力 是很大的 超級不可思議 是很大的 你也沒有什麼 解決 解決 解決